有時候那種什麼萌特索利啊 什麼什麼那種 我覺得那是在家裡可以做 但是 哈囉大家好 我是欣欣 嗨我是小綠 我們這一集呢要來聊小孩 為什麼要聊小孩呢 是因為最近啊 就是欣欣她才兩歲吧 但是就發生了幾件事情 是 她可能會有一些丟東西的行為 但是呢 我看了很多媽媽在寫一些文章啊 通常兩歲的小孩就是一個 不要不要的年紀嘛 你不要丟你不要丟 她說我就要丟 然後你不要這樣子 不要吐出來 我就要吐 不要的年紀 你不要這樣子會當壞小孩 我要當壞小孩 就是如果你跟她認真 你就輸了的一年子 然後所以我就在想啊 有時候是媽媽會合理化很多事情 像我就會說 她其實不是故意要吐的啦 假如如果她在一個程度這樣 我就說她不是故意要吐的 她真的就是不喜歡 所以她就吐出來 但我很怕我這個行為 在別人眼裡 就是有可能家長 一直合理化你小孩的行為 所以你知道嗎 有時候要拿捏自己的小孩 她要有禮貌 或者是 你這個媽媽要不恐龍 然後另外一個是 你又要把 把她焦慮成是一個好小孩 然後是不大鬧現場的情況下 這個很難欸 這怎麼拿捏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難 但是別人眼中的我又是怎麼樣 因為我其實常常 其實我最害怕的是別人眼中 我其實是一個 很可怕的白癡媽媽 有嗎 想太多 我有一天就跟一個朋友約 然後是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站在人家餐廳的燈 就是這樣一直玩一直玩 然後他媽媽可能就是 看到他很誇張的時候 就 哎哥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就把他抱下來 你知道有些媽媽是秉持愛的教堆 跟放任教養 就是我不會強迫 讓他發洩經歷 對 他會拿著大人的刀叉 然後開始切一些東西 比如說 切薯條 切雞肉 切炸雞 這樣子 然後甚至是他會 自己在那邊玩那些肉醬 可是問題是那是一個 滿漂亮的網美餐廳 那時候我就突然間 有一點覺得噁心 就是 你知道我們也是用那種 蒙特索裂的教育 在教小孩 可是我沒有辦法忍受 小孩在那樣子的環境 還有其他的客人在的時候 他去大肆玩那個肉醬 番茄醬 我會 我不知道別人看到我怎樣 但是我自己完全沒辦法忍受 我是不行的 我之前曾經有 就是吃飯的時候 有不小心發送到 他真的一直 媽媽媽媽媽媽媽 然後媽媽不理他 他フ enthusiasm 媽媽媽媽媽 我如果 王妻醬很急切的 一直叫我 然後越教越大聲的時候 我都會說他怎麼了怎麼了 大家就沒理他 媽媽就聊天 我覺得那個小孩 不會是今天第一次這樣 叫媽媽媽 一定是很常 很常 對 可是你可能正在 跟人家聊天或甚麼 聊了正爽 吼,吵死了 我覺得再來 就是像你講 就是 現在可能愛了教育 所以其實小朋友 多半就是讓他 可能讓他發現 因為媽媽可能也想說 帶出去讓他消耗體力 對 有時候就是到共共場合 是不是 會去影響 所以我是不太能接受 而且父母的個性也完全影響到小孩 會 是 我覺得很明顯 因為我在教小朋友的時候 我覺得遇到蠻多這樣的狀況 有時候那種什麼萌特梭利啊 我覺得那是在家裡可以做 但是在餐廳裡或是在一些公眾場合 是用萌特梭利的教養去教他 或是讓他自己去播一些 弄得到處都是很髒亂 我覺得旁人其實蠻受不了的 但在家或許可以 因為你好清理 在家可以 是因為他需要練習 他不可能不練習就會 可是我覺得外出如果這樣子讓他不要這樣 你也是讓小孩知道說 我外出的時候我應該要比較有規矩一點 那我在家也是可以做我想做 這樣會不會小孩比較分辨的清楚 我們目前是這樣 出去外面會盡量跟他說 就是柔性勸導你讓我餵你 但因為西西不想讓你餵 他就是個性很強硬嘛 他也覺得丟臉就對了 他會選擇很好吃的東西 飯糰 薯條 其他他都不吃 還有麵他有把握可以夾起來的東西 其他他都不要 他沒看過他都不要 這也可能就是因為我們讓他有點害怕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我只吃藥 可是真的沒有什麼好跟不好 都是同桌上舒不舒服的狀態 對 再一個是你覺得要怎麼樣把一件沒有 沒有興趣的事情引導成 讓小孩有興趣的事情 因為你是老師 然後像以前的話一般的那種傳統父母 或是像我爸他們那種 他們可能就覺得破壞就破壞啊 為什麼要逼他 但是我真的覺得就像是鋼琴這件事情 就算他不要我也想強迫他去學習 嗯 你覺得我會是很變態的媽媽嗎 我覺得學才藝都是 讓小朋友有一個發洩跟 挖掘他興趣 但以我身為老師的角度 我覺得他有沒有興趣或是有沒有天分 你是可以在幾堂課之後 就很快可以觀察到 有天分或是有興趣的小朋友 其實你要怎麼引導 我覺得對於小朋友最好的方式就是 比如說我們在學樂器或是學鋼琴 你會說你手要站怎麼樣 像握蘋果一樣還是什麼站好 可是對於小朋友來說 他的那個肢體的神經發展 就是沒有那麼好 如果你一開始就一直強求他 基本就是要到很好你才要讓他往下學 我覺得這是會抹滅小朋友對於 學新東西的興趣 所以我認為就是你先教他一個大概 但是不要偏離你原本想要要求他的基礎太多之後 你必須找一些比如說他喜歡的歌啊 或是他喜歡做的是讓他去學 那學了之後他就會有興趣練習 那你再從這中間去引導他 如何到維持一個彈琴的知識 或是那個學習的知識的話 其實小朋友多半是可以繼續往下的 那你有遇過沒有禮貌的學生或者是 沒有禮貌的家長嗎 有啊我前幾天才在同一天上了兩堂課 然後第一個學生是他的那個 節拍器電池 壞掉了 然後第二個學生是他調音器的電池沒電 然後兩個都跟我念了好久 我說不然你拿來給我看 然後第一個是三年級的學生妹妹 我就說奇怪為什麼你都不趕快換電池 他跟我說我就沒空啊 我就想翻白眼 我說我怎麼會沒有空 然後他就說我每天都補習很忙耶 我回家很晚還要寫功課 我沒有空啊而且要去哪裡買 我說你問媽媽 他說我媽媽不知道在電池在哪裡買 我想說你在跟我開玩笑喔 對啊怎麼可能 然後他就很到下一堂課來的一個六年級 我說你的節拍器怎麼沒有電 他就說 對啊我就還沒去買電池 我說買個電池有那麼困難嗎 Saven就有賣 他跟我說很困難 我當下就 我是說很困難是不是 那我就讓你接下來上我每一堂課都會過得很困難 我真的是要氣炸 因為我覺得真的太白目 就是你回答怎麼會這樣回答 那小朋友講話都沒有腦子的感覺 我講一個很好笑 就是我很之前很久以前在某一個學校當老師 然後那個學校的有一個某一個老師 就是我們都不太喜歡他 有一天家長也有觸碰到這個老師 所以都知道這個老師的樣子 所以大部分大家事情都自己解決 好 有一天就在上課 然後我就說 欸那某某老師什麼什麼的 他好像沒有幫我們說什麼 結果小朋友就說 他就公主啊 他就說那個公主 小朋友就直接說他是公主 我說你怎麼會這樣子講 誰跟你說 他說我媽在家都說那個公主老師 小朋友完全是在聽 學父母講話的樣子就出來嘛 他們學習能力很強 然後他對於沒有聽過的話或是什麼 他其實都吸收的很快 所以我覺得你想要修正這個小孩的態度 爸爸媽媽的態度其實是最基本的 而且其實從你把小孩子兩三歲帶出來 他的禮貌來源自這個家庭 這個家庭沒有禮貌 這個小孩自然沒有禮貌 對 你覺得這個小孩好可怕好噁心 其實他在家也就是這樣 對 所以呢我覺得每一個爸媽都必須有樂觀正向 然後是比較積極的心情 因為我覺得你是積極的還有你是禮貌的 你是正向你的小孩養出來就是這樣子的 然後老師選老師也是 如果這個老師是很容易放棄 很早就叫你掰掰的人 我覺得你下一期也不用跟他學 對 其實是啊 因為他就有老師只挑好學生 可是有些是需要他稍微被挖掘一下 對 發現他是好的這樣 所以我都覺得真的是你挑老師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這樣說 你不要要你的小孩都第一 因為那樣的情況下 是 那個小孩如果他心態是比較可以承受 他當然承受了 但是如果他比較不能承受 他會承受不了你給的期待過多 或是老師給他壓力過大 對他就會放棄自己喔 是真的 對 所以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其實是要保持一個愉快 跟比較有彈性的那種狀態 對 就是可以很好 也可以接受很不好的 然後你可以放棄 但是絕對不會是立刻馬上 對 是要試過之後 是要試過做過才可以放棄 對 所以養小孩這條路呢 雖然很困難很艱辛 但是我們都要維持積極樂觀喔 掰掰